清明党部分区立委提名人蔡沁瑜 这一回是被列在这个部分区名单中的第九名 选前扫接拜票 他努力要来冲高选情 蔡沁瑜是因为担任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的发言人 表现亮眼 被网友形容 说他发言温柔当中带着坚定 女强人形象深植人心 不仅如此 他也曾经因为女儿病情成为了网友攻击手段 在镜头前落泪 因此他进一步是把网络霸凌纳入政见当中 展现他坚强的一面 而如今选战倒数 蔡沁瑜也希望借由他的形象和知名度 能够冲高政党票得票率 选战最后关头 亲民党部分区立委提名人蔡沁瑜 扫接拜票冲选情 他笑称要当这次大选中最认真的部分区第九名 我们郭家军的特色 就是做每一件事情都是要认真的把它做好 那我相信说今天不管是我摆在哪一个名次 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很平 如果说很平之后大家也都认同 我相信这票也都是会投给我们的 他现在被摆在不分区第九名 但实际上在妇女保障名额他是第七名 意思就是说只要亲民党这一次能够顺利的图围 把这个政党票冲高的话 我相信蔡沁瑜是非常的有机会的 这次郭家军清朝而出要帮郭台铭在国会打下未来基础 希望说整个郭家军能够冲高 所以蔡沁瑜放在第九名是号召的 是把整个郭台铭当时在民调里面呈现的所有郭粉 都灌到亲民党那边去 这样子是有机会的 其实是主播的蔡沁瑜担任郭台铭发言人一脚表现相当亮眼 连国民党副秘书长蔡振源都形容他是最强发言人 今天郭先生对国民党没有任何一分的亏欠 蔡沁瑜不只有女强人形象更是个伟大的妈妈 曾经为了女儿的血癌病情逗处寻求民医 女儿的病成为网友的攻击手段 让蔡沁瑜完全不能接受 更进一步将网络霸凌议题纳入证件之一 捍卫家人不受攻击 和郭台铭的个性如出一撤 也看出国家军集体行动的严格纪律 节奏和报道 却随着零零的波广 更新的波广 也看出国家军集体行动的严格